因为他的行奉 秦其旧五台山 摘森一万而回向之 这个摘森 请出家人吃饭 供斋 这是好事情 请一万个出家人 来接受他的供养 以这个福来做回向 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恶 孔先生给他算命 他的寿命直到五十三岁 五十三岁这一年他要死了 与未尝其寿 他并没有特别的求寿命 求长寿 他没求 四岁竟无恙 今六十九亿 五十三岁这一年 他平平安安的度过 他没求寿 那么今年 他已经六十九 这个时候 已经从保底支线退休了 退下来 那么从这一句呢 我们就懂得 这个四篇文章 这个四篇文章是六十九岁收写的 教导他的儿子天启 这引用书经里面说 天道难逃避 为什么呢 以其命之不常 也就是说 这个定数 是会变的 不失恒常 又说 又说 唯命不愚常 天命无常 修得为要 这些话都是真实话 决定不是忘语 决定不是忘语 五 于是而知 凡趁 祸福自己求知之 那圣仙之也 若为祸福 为天所命 那是世俗之论 他对这个道理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于是要接受圣人的教会 是要接受圣人的教会 天命 制作的 是要接受 是要接著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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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